哎唷聊世紀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薩拉斯人對上WP圖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Viper Viper這次選擇WP圖人 最近Viper是比較少打天梯的 這兩天有看到他打了這場還蠻長的比賽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這場比賽我也是沒看過的 我們先來稍微了解一下這個文明 WP圖人最大的特色是戰毛兵 還有相公的攻擊速度特別快速 他後期可以搭配無枝鋼 出一點青旗兵跟大象 做一個突破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青旗兵跟步兵不是大象 大象的話可能不太能用 步兵單位跟青旗兵 會蠻適合用無枝鋼科技的 WP圖人的後期組合 通常是以戰毛兵跟步兵 還有火砲之類的工程系為主的 一個工程方法 那大歐P圖人的一個科技方面來說 他只要每生一個時代 都會給你200木頭 那這200木頭可以讓你灑更多農田 或是讓你可以更在 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讓你的經濟都有一定的加成 所以大歐P圖人在這種 生時代給200木的這種效果 其實是不差的一個經濟不振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薩拉生人 那薩拉生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工兵射箭毒石 傷害會特別高 所以在封建時代破門而入的時候 他的效率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由於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在團戰的時候遇到一些 瑪雅或是一些很強勢的工兵 文明的時候 工兵數量很容易農輸對方 這個是比較需要注意一點的 要薩拉生人的話市集很便宜 而且交易手續費也是相當省 後期的組合會是駱駝 跟這個奴隸兵 還有這個強弩為主題 那其他的東西呢 算是比較偏輔助方面的 那他的駱駝也是血量最多的一個駱駝文明 所以可以上薩拉生駱駝 搭配一些駱駝 這個奴隸兵 或者是他的強弩都很適合他後期的一個打法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我想看到薩拉生這邊地圖 左邊是七塊黃金 右邊是石頭 那果子在前面會蠻難受的 看起來不太好過 而且這個圍也是非常難圍 看起來小圍 不管是小圍還是大圍 都是需要花非常多資源 如果是要大圍的話 可能這邊要直接圍起來會比較好 然後這邊TC連過來 然後右邊這裡 圍過來這裡 然後這邊圍下來 圍到底這樣子 這樣後面這塊 空地跟這塊木區都是安全的 而且金塊也可以守得好好的 那這個也是要充分 看完一下這個自己家裡周邊的地圖 才知道這樣之為的 好 所以前期的一個探討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現在這個版本呢 路是比較遠的 所以現在有高手們就是統一說 就是現在都趕兩隻路會比較好 因為趕到第三隻路 第三隻路的時候會太晚出門 但是我們看到高手這邊 趕路還是趕了三隻 趕了三隻路才出門 看兩邊都是 OK 看來高手還有這個趕路優勢 所以他們沒有這個太大的問題 那他們這邊三隻路趕完之後 也確實吃頭到達了對方家裡 然後確實繞了一圈 沒有看到均勻什麼的 可以確認對方不是棒棒開局 那現在這個版本來說 阿拉伯趕路這件事情 對於新手來說 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但是對於高手來說 又是一個上下線的一個 一個拉鋸吧 因為距離變得越遠的話 就代表說這位玩家對於這個遊戲 理解得更深刻 或是玩得更沒有壓力 可以趕到三條路 或是兩條路這樣子 那如果對於不熟悉的玩家們 可能要再多加練習這個趕路的流程 好那我們看到薩爾森 這個是直接下了馬舊 那不是打工兵 不是打工兵 是打馬舊的話 前期的壓力 可能是要來打這個強軍士 應該會直接下了兩隻刺猴 做一個護打 好 那VIPER這邊出門 結果被對方抓 刺猴抓到 原來VIPER這邊上封建時代 比較晚了一點點 好 那刺猴這邊直接拿下了 這一刀的攻擊優勢 直接砍死了VIPER的刺猴 好 那看起來兩邊是 打一個蠻正常的開局 那刺猴這個只剩五滴血 剛剛好像也不是比較慢上封建死的 感覺是這個高打低的問題 打出這個傷害來 好 那VIPER這邊是點下了三隻裝甲 好 前壓 那DLP2人的均勻科技也是半價 所以前期打三棒棒狠 裝甲步兵也是蠻適合DLP2人的一個策略 尤其是對方打這個肉馬開局的時候 三隻裝甲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因為你很難再早期 下了馬就只要再下這個射箭槽 但木頭需求量非常吃緊 而且還要再按出弓兵 又需要花黃金 花黃就要再多按100木頭 所以前期可以撒農田的 這個可能性就更低一點了 好 那這邊打高爾出了三隻 兩隻刺猴 就我們再出了 就是三刺猴出嘛 加原本那一隻 唉唷這差點戳到 喔還是戳到了 VIPER這邊是挖金 待會要來轉小弓了 好 這邊小弓已經過來 強兵也來 好 直接開設裡面村民 這邊想要做一個包夾 這邊繼續砍下木牆 這邊直接低調 好 直接開打裡面的村民 但村民直接穿過裝甲兵走了 走回了城鎮中心 這個太猛了 基本就當穿過去啦 這個步兵有點猛有點猛 好 那打高爾這邊打得也是非常漂亮 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這邊刺猴血量很長 現在要騷擾到村民是有點困難的 除非要找那種落單的村民來打 不然很有可能會被暴船反殺 這是刺猴數量少的時候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好 那薩拉聖人這邊很聰明喔 直接按下了一堆毛兵 好 不走攻兵路線 待會可能要再下個兵工場 再考慮要不要去點一擊射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薩拉聖人帶有一擊射的關係 毛兵護射會有這個射程優勢喔 但是現在數量還不夠多 好 這邊直接帶自己的步兵也要想要直接反推 殘血的長長兵直接拉走 好 中鳥步兵直接一直往前 好 好 好 應該封建時代就差不多這樣子喔 稍微再加速一下下 那眼睛的觀眾都會看到 像地圖很難圍 需要大圍的情況下 高手們他們都不會去 極力的想要圍死喔 這個算是 蠻好的一個 細節喔 因為你要大圍的話 要花很多資源喔 如果小圍的話 就可以省下很多木材喔 去趕快撒農田喔 自己生死在才不會死喔 如果有在爬天梯的觀眾們 就會很有感喔 自己常常想要大圍阿 結果對面都不圍 省下一堆木頭 然後很快就升到城堡時代 結果自己還在封建時代喔 這種時間點是還蠻多的 好這邊補下一棟房子 看一下這邊六隻村民 直接拉走 沒有選擇要繼續打 好 赤猴要回來嗎 赤猴在對方家裡 VIP這邊 哇殺掉一隻VIP的村民 不錯喔 這邊居然還是抓到了一隻 VIP居然是被先手殺的那個位阿 他以為VIP要拿手殺了 就個三隻裝甲步兵 眼睜睜的 就要被這些戰毛兵 給消耗掉血量了 哇 一隻弓兵都沒出 戰毛怪 直接 瞭解VIP的裝甲進攻 好 那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VIP這邊有點損失慘重 但好多一次喔 這邊的刺猴解掉了一隻喔 還剩下兩隻殘血的 好 那對手控兵也是 控得很不錯喔 欸欸這個差點 捅到 沒有捅到 有點可惜 好 那 果然薩拉算是 把他左邊直接圍死了 圍個最大 那這邊待會還要再圍一下 那待會這邊右邊喔 就稍微小微小微喔 就可以把自己的領地圍起來 那裡面就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 然後在外面這個地方 再開一棟第三個TC喔 開這個地方 那TC這個東西呢 就是城鎮中心的意思喔 我們玩家們都會比較常講 這個東西叫TC喔 因為城鎮中心四個字 其實有點肉肉的 有點太常講到了 好 接下來來看到這個槍兵 這個槍兵要控好 這個槍兵不用往前走 現在就是站毛兵 毛兵站高地喔 然後跟對方互打就好 但是現在對方毛兵數量很多 現在站高地會有風險喔 對方直接上來硬投的話 可能會投輸喔 好 但是這邊補了幾隻裝甲步兵 想要來抵抗 結果 對手薩拉森早就已經 點下了城堡時代 BIPER還在按裝甲步兵 這個就很危險了 而且他點下一防 哇靠 BIPER前壓失敗喔 造成他的防守壓力很大 一定要出兵防守 才不會被一套帶走 哇如果是我的話我就不想出兵 然後就被壓在家裡打 然後最後就損失所有的單位 然後家裡頭人被騷擾 然後直接被打出差距來 這個BIPER還是最有經驗喔 最近有回去打了天鐵一下 真的覺得這遊戲的經驗值喔 很重要 即使你有觀念喔 你沒有這個經驗的話 還是很難運用出來 這些觀念喔 因為有時候這個觀念喔 也是需要經驗判斷 那個反應力喔 也是要相當足夠 才能打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BIPER他們的優勢喔 就真的是經驗豐富喔 好 你看這邊出了兵喔 然後稍微買賣一下 就可以到了這個 城堡時代 點下了城堡 這樣時間自殺一分半喔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誇張久喔 那都很誇張 就是直接慢兩分半之類的 好 一直中甲繼續追 好不一定不想繼續追 下去找一下 好 那打告喔 確實已經把家裡圍得差不多 確實剩下這個高地 那這個高地的話 可以考慮可以下根城堡之類的 但把城堡放在家裡 除非是要出努力兵的話 是有點小虧的喔 如果第一棟城堡可以往外蓋的話是最好 好 像是蓋這種高地啊 好 可以守護金礦 或是直接插對方的城堡 插在這裡 控他兩塊金 好 之類的喔 這個城堡效益是最好的 好 那目前看到薩達聖人這邊出的是兩隻騎士 那薩達聖人的騎士需要注意一點喔 因為他是沒法升重裝騎士的喔 所以大家在玩薩達聖人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喔 就是不要誤入了這個 騎士的陷阱 有時候城堡時代玩薩達聖人那一家 就會很容易 騎士一直按一直爽 然後導致到了帝王時代 才發現 欸看騎士還這麼多 還是騎士 不能打 那就很尷尬了 但是城堡時代初級喔 這個騎士喔 可以按到四到六隻喔 多至八隻喔 方便可以稍微轉一些落頭 去壓制地會好一點點 好 這邊做一個反殺 長江兵走得出來 VIPER這邊移上城堡時代 看到對方出了這麼多騎士 下意識的就直接轉出了重裝長江兵的升級 好 這邊毛兵再換掉一隻還不錯 長江兵想要擋 但是有點困難 剩三隻 哇 殘血的來不及戳掉 這個太困難了 但還好VIPER再又補下了一個 這個 軍營 好 這邊比木牆 稍微擋下 哇靠 這個薩拉森出道十隻騎士耶 太狠了 好 這個城堡中心有點難蓋囉 這個村民要稍微圍一下 好 圍 開始圍 開始圍 長江兵走出來 開銅 OK 銅爆兩隻騎士還不錯 好 後方 好 後方兩隻重裝 長江兵走出來 後面要不要補一個修道院呢 好 VIPER這時候木頭不夠 要他補這個TC的關係 好 城堡中心按下去 好 那 待會出來的村民都一樣先挖木頭 然後補個修道院先 OK VIPER已經補了 但是對手薩拉森人 這邊是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那薩拉森的工程器製造所有個重點 就是他可以升重衝 也有重頭的這個單位 他在後期的這個重型投石車 配上金罐這個配重 可以讓他投石車傷害非常誇張 但是在單挑來說是很少人去點這個金罐 團戰來說可能還有人點 但單挑實不太有人會想去點 那為什麼要來講這個重型衝車的關係 是因為薩拉森他本身是可以打工兵的 然後配重型衝車 還有這個重型投石車 是有一個很強大的威力的 前面衝車吸傷害 然後遇到戰毛兵 重頭直接下去砸個稀巴爛 哇 而且又有火靠 所以薩拉森人後期的一個搭配組合 也可以考慮打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經濟要夠好才打得出來 那大部分時候還是打這個駱駝 跟這個強母居多 那這邊是選擇了青銅 頭車開始按出來 兩台偷子車 想要來走這個高地 這邊高地可以高打低 讓承認中心收到傷害再更多一點點 那WP圖倫這邊是按了聖旅之後 開始想來撿聖物 好 那WP圖倫比較尷尬的是 遇到生頭戰術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打出 救贖思想這個科技的 所以這個生頭 只能自己也 按下工程器製造所 去反制了 那由於現在 沙達聖人也轉出奴兵了 所以這個要直接用長槍兵硬解 是有點困難的 哇這邊直接放棄 城鎮中心 後面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好後面再補一個軍營 三軍營 還是在按 長劍兵 怪怪的 怎麼是長劍兵 雖然有卵甲技術 防禦蠻高的 而且有二防 防禦有四 但是奴兵的攻擊是七攻 射一下還是有三滴血的 所以長劍兵也不太容易貼得到奴兵 靠近之前就已經殘掉了 好這邊高達第一 瞬間拆掉了VIPER的城鎮中心 後面再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那目前對手 是單TC開打的 好第一台拖子車出來 要不要砸一下呢 這邊在控農田 舒服了 舒舒服服了 打個一發 有夠慘 好 那薩克森這邊持續也是在打騎士 給壓力給到最大 好這時候開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VIPER這邊則是迅速灑出的農田 想要把這些經濟再拉回來 那目前經濟來說還是以VIPER為領先的 領先村民術為15村 但是他自己被拆建築有點拖 所以打高的這邊 可能還要繼續給更多壓力喔 才能給他更大的傷害喔 最好是可以把這個城鎮中心拿下來 那基本上打高就勝卷在貨了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VIPER要怎麼守住這一波囉 那這一波的打法可以用一些長槍兵 還有長劍兵做個搭配喔 後面再加一點戰毛兵喔 可能會好一點點 但是遇到投石車的情況下 戰毛兵是不太能出的 所以目前以現階段來說 就是長劍兵跟槍兵投石車 或許是一個不錯的搭配組合 好那VIPER這邊繞了四隻長兵 走到了打高家裡 砍掉兩隻村民 好那由於在控價的關係 直接把大軍往後拉 好不太敢再繼續往前喔 那這一波騷擾讓VIPER有喘息的空間 爭取到了一點時間還不錯 好那這邊就是讓他可以繼續按這個長劍兵的時機喔 那這邊可能要再開一個城鎮中心會比較好 因為他現在村民太多了 OK剛講完就補了 呵呵那為什麼村民太多要補 只是因為要讓村民有地方可以躲 好不然這個很有可能 他直接騎士暴然後硬找 村民只有無處可逃 就會很麻煩 哇直接補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哇太猛了 VIPER這邊利用這四隻長劍兵 製造出來的時間點 點下了自己的一級弓 然後再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4TC開弄 好那這邊投死車直接換掉一台不錯 一換二的話就很賺 但是對手薩德森已經點出了救贖思想 這一台投死車可能會被招走 看要不要修一下或自滴呢 還是回頭再砸一發 因為這裡有可能會被招走 回頭砸自滴 哇沒有自滴 果然變成對手的了 MIPER這邊 有點尷尬 如果自滴的話 這個投死車就不會那麼痛 哇直接砸到了挖死的村民 但MIPER也有在控其他地方的關係 所以右邊這邊還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解掉 被砸掉了幾隻村民 但是還能接受 左邊這邊突然反打了回去 投死車加上常見兵的這個單位 雖然沒辦法很有效的克制對方的工兵 但是至少可以先殺出重圍 拖延一點時間 MIPER這邊黃金樹來到了800黃金 黃金量其實很夠多的 這邊轉出了幾隻老頭 就是想要用招搶的部分 去解掉對方的工兵 這邊引掉了騎士之後 騎士再度回來 就不能再繼續衝了 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果然打到在前線 下地一棟城堡 這個位置有點深入啊 插這個位置可能再更好一點 可以插到城鎮中心 那由於現在打勾不知道 他這邊有一個城鎮中心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只是想要控圖 如果他知道這邊有城鎮中心的話 應該會再往前一點點 好 那MIPER這邊石頭還不夠 待會如果真的要對保的話 他可能要小心了 好 這邊常見兵走上去 看一下這邊奴兵 要不要射老頭呢 好 有 拉奴兵來射老頭 可以 這邊直接踩在城堡的地基上 當MIPER這時候還不知道 對方是來蓋城堡 看到村民的時候應該發現了 他想蓋的是這個位置 趕快第一時間來補下 自己的城堡 這裡直接買賣一波 買了400石頭 買上了一棟城堡 花了大量的黃金 好 能蓋起這棟城堡的話 會相當划算 欸 投資車出來砸一下村民 OK 這邊城堡蓋不起來 對於打勾來說非常的傷啊 村民再一次被砸爛 騎士再度衝鋒 想要來收掉老頭跟後面的投資車 城堡建立起來 這個高地總算是安全了 但是左邊 城堡中心跟大片農田 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這邊要不要按幾隻兵劍兵 來擋一下呢 好 繼續按長劍兵嗎 好 長兵先按 好 四個 軍營 再加上這邊招搶了一隻騎士 勝率有在繼續按 還可以 但是家裡已經被弄到一團糟啦 但是viper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被弄成一團狀 他的村民還是領先啦 116村對上83村 這邊直接用大量的軍隊 直接壓了過來 砍掉了正在蓋城堡的村民 還按了一台 裝甲戰將 出來想來拆城堡 這一根城堡看起來是有點難蓋了 好 這邊直接招掉最後一隻村民 長劍兵加上重裝長槍兵的組合 直接壓了回去 viper現在以40村的優勢 開始了反殺對手 殺身這一波 前壓已經打得很漂亮了 但沒想到viper更勝一籌 長劍兵 跟這個重裝長槍兵 就直接打爆了 奴兵加騎士3的組合 好 投10抽 這相當不容易 有時候看viper都覺得很莫名其妙 明明我也出這些兵 為什麼我打不贏 但是viper總是可以打贏對手 這個是讓我有點 懵的一件事情 每次看他在打CD我都覺得他在變魔術 好 這邊兵建兵出來 但兵建兵其實不太耐打正面對決 因為他只有地下比較痛而已 後面的傷害其實會比長劍兵來的比較弱一點 長劍兵的基本傷害還有9攻 兵建兵卻只有8攻而已 所以兵建兵雖然是標示了拉打單位 但是以實戰來說 拉打沒有那麼好辦得到的 所以這個 至於要怎麼運用兵建兵呢 其實也算是一門學問 而且兵建兵也很害怕這個奴兵 攻兵跟火槍單位 用起來真的是不太好用 你看直接被射 五隻奴兵就可以射得這麼痛 這主要是因為兵建兵 他完全沒有裝甲 而且也沒有軟甲技術 長劍兵至少還有軟甲 可以增加一下遠防 但是邊劍兵就沒辦法 好,BIPER這邊 時代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因為由於是4TC再濃的關係 生時代版就會比較慢一些些 那薩爾山這邊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那帝王時代 補下去之後 有要再往前補城堡嗎 也沒有 城堡補在重建的位置 嗯,總共想的差不多 在這個位置 好 好 BIPER在左側補下了一棟城堡 目的是想要來控住這個高地 好 這邊可以稍微鎖住一下石頭處 這個控圖意識 在世紀帝國裡面也是很重要的 好,這邊騎士衝進來 結果被BIPER鎖了起來 這就是經驗上的反殺 直接把兩隻騎士關在裡面 欸這裡我要抓出來一個洞 Shit Shit 完蛋啊 這個木頭賣BIPER的村民啊 騎士直接砍出來 BIPER一定很難門 欸,我不是把他關起來了嗎 怎麼開始在砍了 好,結果升到了帝王時代的薩爾山 還是要前線蓋動城堡 這個城堡的位置就是非常讚 直接控兩坨金 好,那升到了帝王時代的薩爾山之後 BIPER也是馬上補下地獄王時代 他剛剛黃金一度一直歸零 所以沒有辦法那麼快一點 稍微靠一下買賣吧 然後再補一下挖黃金 黃金有點缺 好,地獄王時代繼續按下 二級色也補了 好,這邊看到城堡先收春 反應速度非常及時 只損失一春能接受 對方彈道血還沒有補 先補了化學 好,城堡中心 不是城堡中心 這個劇情投司機開得出來 那MIPER應該以上帝王時代 會直接按下化學 然後開始出這個火炮 來反制一下劇情投司機 這根城堡我是覺得要守 所以可能去應修一下會比較好 還是要直接棄手 但如果這邊棄手就很危險 因為上面這邊都是他的農田區跟重要經濟區 沒有震動城堡的話會死傷慘重 所以這邊還是要先投資一些村民 趕快來修城堡會比較好 好,但是對方兩台巨型投司機 三台已經出來 非常有效率 給BIPER更多的RZ 好,這邊村民有點 被追著打 有點慘 好,這邊沒有拉坑多村民來修理 這邊只是想要暫時拖延時間 黃金賞也不太夠 現在要馬上反制劇情投司機 有點困難 好,不要說巨頭了 這些奴兵就已經有點弄到不要不要的 好,中招城堂兵在這個地方不知道在幹嘛 可能是想要防一下騎士亂繞 好,這邊裝給他衝車 好,裝甲站向在那邊偷撞 左邊城堡也是開始被攻擊了 但這時候已經補下了精銳邊劍兵 沒有補化學 那可能就是要來打邊劍兵一直線 但邊劍兵這個單位需要城堡 BIPER現在只有三棟城堡 而且左邊這個城堡也是有點危險 如果能出的出大量的話那就真的很厲害了 哇靠,BIPER怎麼這時候拉了一些兵到後面 打了起來 哇 這坨兵好像只有跟對方兵互打 並沒有殺出太多的傷敵 哇,這個邊劍兵破散傷害 邊下去地下,直接爆血 好痛 居然打贏騎士了 這是什麼奇怪的畫面 哇,邊劍兵是這樣用的嗎 好,邊劍兵開始按了出來 但是家裡的城堡中心已經沒了 補下一個魔防 但是並沒有害怕對方的奴兵走過來 這時候薩拉森人應該不能補一擊攻吧 應該這時候是要去補這個 牆兵的升級喔 但是他現在肉也不夠多 哇 在農田直接被弄爆 農田也沒有灑得很多 BIPER這邊左右兩邊 瘋狂派兵去騷擾 雖然正面被打 但是BIPER還不忘記喔 這邊多線操作去修對手 好,終於補下了牆兵 牆兵也好,邊劍兵可能會更難受 BIPER這邊轉出了三級色 還有這個戰矛,不是牆兵 好,那待會防護台稍微升一下 這個弓兵的防禦力 好,這棟城堡看來有點危險了 好,那就現在這個局面呢 就是變成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沙拉森打牆兵 配重頭 火中頭 火炮 這個組合是比較常見的 確實打高也是這樣打 因為由於打我P2人本身 沒有太多的騎兵單位 所以駱駝在這場來說 應該是不太可能會出現 只要打的東西 就只有牆兵加上工程器 可能就差不多了 再狠一點的話 可能再按個什麼駱駝之類的 真的太有錢的時候再亂玩 好,這邊想要蓋城堡 結果城堡直接被弄爆啊 哎呀 Pype看起來 還是蠻穩的 村民樹來到157村 經濟也非常好 射箭場可能要多蓋一點 補下了工兵鎧匠 這邊只有三個射箭場 防止再繼續按 好,這邊用少量的戰毛兵 開始反擊回去 打掉了一些戰毛兵 但是火炮有點難處理 薩爾森人這邊是拉爾分隊 的強弩到了左邊 抓到了Viper挖金礦的村民 完蛋啦Viper 剛好幫Viper撿一下村民 他人口太多了 不低一下的話 可能會繼續卡人口 好,這邊資源夠多 按下更多戰毛兵跟射箭場 沒錯,這邊射箭場真的太少 好,那邊劍兵呢 只剩下右邊 這兩座城堡 可以再繼續鏟出了 那Viper現在策略就是 且打且退 然後用邊劍兵加巨頭 開始打外撤 但是薩爾森人這邊很聰明 在家裡放一些強弩 就可以守住邊劍兵的騷擾 好,這時候補下三級攻兵練甲 跟化學 有了三級練甲之後 打這個強弩 就不會這麼痛苦了 好,城市中心有點不太妙 趕快先跑了 好,這裡可能是要打算使用邊劍兵 直接上前硬編這些火炮 然後用戰毛兵去瓦解這個強弩的攻勢 這邊需要屯一波兵場先出場 好,邊劍兵直接上前 邊劍兵 但是強弩數量還是太多 邊劍兵 還來不及邊劍 但是冰下去地下很痛 很多的強弩已經殘血 哇,這個邊劍直接死一排 這個地下的擴散傷害太猛了 邊劍兵的特殊效果 就是這麼的屌 邊下去直接死一排 好猛好猛 我第一次看到 強弩 被邊劍兵直接編成這樣子 真的能這樣子打的 可能也只有Viper 用經濟淹死對手 這什麼東西 在對方家裡蓋均勻 What the Fuck 這在BN對手嗎 Viper居然 搞出了這種奇招 好,那前線的邊劍兵也死傷慘重 那Viper這邊農鐵 明明已經損失了一大堆農鐵 卻還有54個人在撒農鐵 看一下哪邊 右邊左邊 都在各種補農鐵 經濟補的總是特別快 好,三個均勻一毫 這邊要按的是常劍兵嗎 好,對 按的是常劍兵 待會再補一下雙手劍兵的升級 這邊可能要再稍微買賣一下 那已經沒有黃金可以用了 好,Viper這邊再次守得進來 想要再擊殺對方的村民 中間這塊金礦 如果不能拿回來的話 還是有點危險 因為薩拉斯人 拿到這兩塊金 待會後續還有這個貿易手續費的優勢 對Viper來說 是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而且常劍兵 遇到強弩的話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效果 待會這個黃金繼續挖 強弩繼續按 待會對Viper來說 還是會有一點困難的 好,進行頭是一棟 拆掉右邊的城鎮中心了 那薩拉斯人這邊轉出了洛馬 但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洛馬呢 並不會太強 沒有特殊功能 但是也有三級攻三級一防 也有這個大洛馬的升級 但是就是沒有特殊能力 就是一般的大洛馬 所以嚴格來說 薩拉斯人後期 打垃圾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沒有疾兵 但是他也用不到疾兵了 弱駝就夠了 好,那目前看起來 Viper的三軍營 偷家戰術宣告失敗了 但是雙手劍兵還在按 但現在是先把雙手劍兵按在 軍營裡面 想要來囤一下數量 盡可能讓他的強弩 在家裡不能出來 就是在他家裡買下一個不定時炸彈的概念 好,那中間這塊青礦沒有拿下來 Viper確實有點慘 兩塊也已經沒有 只能靠買賣一波 Viper這邊賣了一大堆的木頭 換取了一些黃金 按下兩台巨型頭司機之後 補下了劍兵勇士的升級 第三台巨型頭司機也按下去了 但是強弩打劍兵 冰劍兵還是非常好用 只能跑啦,Viper 哇,Viper的村民處也下降到只剩106村 這邊想要尋求下方的城堡作為支援 這邊看到城堡在射不敵 趕快先測一下 囤一下肉麻的數量再來打 好,Viper這邊死傷慘重 冰劍兵跟戰魔兵打了一整片 戰魔兵主力在左邊 右邊這邊需要非常大的軍力 才能守下 軍力投司機也很努力 再做反擊對方的軍力投司機 冰劍兵上前一邊 直接邊掉了一台巨頭 第二台巨頭司機可以邊得掉 沒有問題 第一把威力太強直接邊爆了 好,這時候利用戰魔兵扛箭矢能力 偷大的一些邊界兵 也到了薩拉勝的家裡 這手中解放家裡的軍營 裡面的劍兵勇士殺了出來 對手打出了拒絕 哇 這個Viper這個招數越來越秀了 這個是之前黑拉遇到的 的一個打法吧 黑拉可能之前也有表演過 結果Viper也把這招學起來了 直接偷渡村民到他家裡 然後蓋均勻 這個有點猛 但是黑拉那時候是蓋馬舅 他這邊是蓋均勻 直接用邊劍兵 加劍兵勇士 硬砍得過去 這個招數有點猛 明明黃金上來說 應該是薩拉勝人這邊黃金 或許量很多 Viper其實已經是斷金狀態了 零金了 他可能Viper這邊在想 這波黃金打完 買賣一波真的打不進去 他要GG了 結果是薩拉勝人直接爆炸 大軍直接跑到了家裡的城鎮中心 而且這邊三台巨型投資機 也沒拆掉反而被Viper這邊 反殺了回去了 用攝影的邊劍兵 順利邊掉了三台巨型投資機 肉馬部分也是慘遭毒手 直接被鞭爆 雖然這些強弩沒有被解掉 但是家裡這些戰毛兵 對於薩拉勝人來說 是一個難解肢體 只能用這個投石車 或是火炮 才可以好好解掉這些戰毛兵 可能薩拉勝人覺得自己沒希望 才打出巨巨了吧 畢竟這些劍兵勇士在家裡出現 還有這一坨一看到就很頭痛 是我我也想頭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 Viper這邊拿下一些勝利 但是很明顯黃金是對手 薩拉勝人贏了快5000 畢竟Viper兩塊野金 跟富礦都被挖走了 但是生物來說是贏的 但生物產出黃金有1400 稍微補增了一點點 Viper用自己的強大的經濟能力 用出了一大堆兵 炎死了對手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見